大家好 我是小张 油谱书画亮展 现在的话是上午的10点20多了 昨天晚上2点钟睡的 往这里又待了几天了 迷迷糊糊的这个人好像怎么睡都睡不够 今天话准备走了 往拉取方向出发吧 离开拉扫 哎 不能再带下去了 再带下去的话 不想动了 整个人真的就没有什么 出发的想法了 大家能听到吗 外面有施工的声音 我的话我是对声音非常敏感的 如果有声音的话容易睡不着 我就是因为外面有些动静嘛 这边的话你要住的好 你要住好一点的酒店里才能睡的好一点 所以的话这个地方待不了 不像广东一样几十块钱的小冰款一大堆 哇 现在是上午的10点42 给大家看看吧 我这两天的话吃这个猪脚饭比较多 这也不算猪脚饭 不过有几种的 那个 这个的话20多块吧 还送一瓶 小水 觉得挺实惠的 啊 这个猪脚饭 这个 还是肉气腾腾的 我刚才 一起来马上就点了 因为我这样都不需要下去买了 看到你退房时间还 一个小时多一点嘛 差不多 应该够了 就在这个地方的话 待不了多久的 今天的话往前面方向正方向前进 东西说之后差不多了 现在还没有到11点 吃完了 稍微休息一下就说的东西出发 我靠 外面都下雨啊 这平行里面 但是下雨也得走 哇 今天的雨还不是什么 麻麻雨是小雨 雨还是有点明显的 但是雨不算大 没办法 今天要干到那个前面那个乡镇 差不多39公里吧 啊 今天出门没看天气啊 哇 你看嘛 今天天气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一点太阳都看不到 全是云 这个出市区也是挺麻烦的 还有过好多红的灯 哇 这边天气已经开始有好转了 南天白云的 雨也差不多停了 啊 堆龙方向 这个路线是真复杂 这么多多桥 我都怕我走错 这个地方已经属于堆龙得进去 车子先放这里休息一下 哦 你看吧 这个地方的话 有一个文化广场 哦 挺不错的 你看他骑了这么久还没出去啊 已经骑了18公里多的市区路线了 多久 9个月嘛 啊 这一路 搞不懂 难道 难道 习家这边没看过机场住的吗 这么好奇 他这边关住热山越多了 我感觉应该很快就能出市区了 应该过得多加油 但应该就出了吧 哇 这边还有这么多小电动啊 还非常头黑的 哦 越往纳取方向越荒凉 这边的话有很多工厂啊 没想到 又往前面骑了一段 还没出去 那么多的空房子在那边 啊 骑了20多公里 都还没摆着红利灯 你看这个天气很难了 现在 这里还有个公共厕所了 关门的 然后后面的话那种亭子还挺多的 不过这个厕所不关门的话 露营还可以 你看那里吗 居然有个东东电商产业园 这个山很荒凉啊 应该快出这这个红利灯路线了吧 这是 倒数第二个公交站 前面就是109国道了 应该再往前面走 应该是没有什么红利灯了吧 距离前面乡镇的话不到12公里 今天这段红利灯路线居然这么长 我都没想到啊 我阳八景64公里 那曲还有303公里 到那曲的话都是 晚上我比较多吧 阳八景明天能到 我给大家看看吧 刚出了那个红利灯果然 好像前面没有什么红利灯了吧 你看吧 这边的话比较 感觉比较荒凉 那边还有板方的 那个那个货车也不是怎么回事 比我自行车还走的慢 出的程序之后明显的感觉到 车变少了 路也没有那么好了 听说这条路的话 大货车特别多啊 哇 这边修路的地方确实是挺多的 这是一条重要的运修路线吧 像这条路线的话就没有 318那么多上下坡了 那边还有个那个橡熊固定 这边这条路线 大货车确实是相当的多 哇 你看吧 那个大货车 还拉了一路吗 啊 赶紧干到乡镇上面休息 哇 你看吧 这个风景 这路况的话也变好了一点 啊 你看这边这个风景吧 这个山 旷路透的 越来越黄凉了 给大家看看吧 那个应该就是青藏铁路了 哇 真的好长啊 还有不到5公里吧 就到乡镇了 刚才后面的话 有一大堆卖东西的地方 哇 这路上我是一个工房子都没看到 感觉很难搞啊 你看吧 这边都是那啥玩意 那棚子样的房子 挺多的 这往前面3公里就是乡镇了 哇 逆时的古龙乡 刚才到前面 古龙镇 马上就到了 几百米 哇 那个地方应该是乡镇吧 有一些商店 啊 走这里就进去看一下 哎呀 我就知道了 这么小的乡镇 感觉跟个村子差不多 也没说多少店面呢 哇 没想到这么小的 乡镇里面还有个农业银行 这前面好像一家大一点的 商店啊 这地方好像没有落脚点 刚才的话 那这个商店消费了一波 47吧 买了一点东西 啊 那边还没有大水呢 没大水难搞 等下的话再走一走 这边也没大水了 那后面也没大水 只有那个五升大水 那个太大了 只买了6瓶小水算了 哎呀 这个地方是真没有什么 落脚点了 我刚才问了一下 他说往前面几公里有 他说的前面应该是往拉萨方向 往前面有一个箱子的话 十几公里吧 哎 难搞 没有的话我就要找 找落脚 找录影地了 这路上 一个空房子也没有 也是难搞 这外面的话也没有 开合适的地方 哇 这个天气挺热的 前面就算没有 空房子 你给个桥栋 给个干净的桥栋也行吗 前面有高速 也不知道有没有桥栋 哇 我刚才看了一下 那刚才那个桥底下面就有人管理 没法搞 哇 你看吧 那个位置居然有一个 西藏山地自行车 走蹄公园 不会吧 在这么偏的位置 哇 你看这个地方吧 画了这么多梯子 啊 这应该是一种 哇 这边蓝天白云的挺好 前面如果 有合适的地方的话马上停下来 哇 大家看看吧 这个牛牛 哇 这个环境是真棒啊 给大家看吧 这边铁路的话 但凡有那个桥栋的地方都被围起来了 哇 难搞啊 哇 靠这个货车过来的风很吓人了 吃一点这个 酸奶吧 两颗 我靠 被太阳晒一晒的面子 给大家看看吧 这个地方本来是个不错的露营地 但是进不去 关门了 然后面好像还有个村子 还有9公里到下一个乡镇 你看吧 我后面那个地方嘛 一个小小的桥子也被堵上了 他这边的话就不给你露营的机会 你看吧 那个里面绝对是空房子 我感觉是没有人 应该是类似零卡之类的吧 这个以前 估计是以前旅游的时候住宿的地方 哎 我也是胡来 刚才有个 上族的小朋友吧 在在那个公交上大喊 哇 好吓我一跳啊 哇 你看吧 他这边后面的话 还有个村子呢 这个地方有个公共厕所 觉得果然是 这个地方是个度假村 你看 翻溃了 我这边的话上锁了吧 应该打不开的 打不开的 就是从这里面是吧 别人方废了都没人 那个地方是上好多露营地啊 还好这个大门没关 哇 这里有厕所 我这个地方 我感觉挺棒的 这厕所的环境还挺干净 挺不错的 他这边的话这个管理 这个应该是管理间吧 关闭了 但里面的厕所 没有 两边厕所没有关闭 然后厕所里面好像味道不大 这个是个外面露营的话 早上纷纷都被晒醒 也不知道怎么搞 哇 刚才火车的声音非常的响 只要晚上又是响的话 那怎么睡啊 我感觉的话 可以在这里打个地步睡吧 因为感觉这里面没什么味道 很干净 因为水的话不停在冲 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水 有水的 挺好 我再纠结一个问题 到底是在外面搭 还是在里面搭 然后在那个地方 那个厕所门口应该也可以 哎 难搞 哇 给大家看看吧 那个帐篷 跟我这个地点是差不多大的 应该可以搭 那个位置应该也可以搭 但是就是怕早上被晒醒 哇 给大家看看吧 东西放下来 这里 早上就在这里面搭个帐篷 哇 因为这个里面的话 没有什么太重的味道 就是有一种精微消毒液的味道 其实也还好 也就是这个 这个味道吧 他这个厕所的话 应该是防汇了一段时间 就里面没有电的 都拆掉了 但是有水 给大家看看吧 虽然这个门已经坏成这样了 但是给大家看吧 用力一顶 看这个位置的话 依然可以繁琐 这里不怕别人了 给大家再看看吧 这门搭好了 只有这个位置了 都从别太小了不好搭 哇 火车又过来了 这麻烦 你看吧 我现在买东西辣椒 三个蛋蛋吧 还有鸡腿之类的 面包是吧 哎呀 买了这个香蕉 先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吧 等一下的话 去外面开饭 现在还找 走到一个 能打太阳 又凉快的地方了 这个里面真的没什么味道 应该很久没人来的 应该很久 没有人来上厕所吧 那个村子里面的人 应该也不会来这边 因为有点远吧 我靠他们外面挺没辆车 难怪我刚才怎么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现在是下午6点了 把这碗土豆粉炒来吧 哎 不管那么多了 先起锅烧油吧 哇 这个油温也不知道够不够 哇操 应该够了 哇 有点粘活 应该是油少了的 在这旁边 三个都进去了 哇 还挺不错的 现在没有粘锅 你看 没有粘锅 挺好的 三个蛋蛋都给它煎了 整点辣椒进去 我先把这碗土豆炒进去 煎一下 简单的方法 加一点香 我扫一下 闻起来特别香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小张香 放到这里面 那个盖装的容易散 容易散掉 看起来不错 又掉了 刚刚说看了还要滴一点 很瘦起来 摘一点发酵粉的 可多了 摘一点这个料理包吧 稍微摘一点 然后的话 就撒完一点 这个是辣椒吗 拾不开 稍微沉一点盐吧 这个已经熟了 这么猛的火力 兄弟们 开饭咯 这一次做好 只是在外面的话炒一个菜就够了 这味道还行 吃吃饭的话在外面吧 在里面的话不习惯 这地方是真不好找录影帝 两块是空力都没有 最近旁边这是火车吧 但是他叫的频率跟内地不一样 频率比较低 过了那区应该就没有火车 反正没什么空房子 以后的话就看合适的露营地就露营了 呃在有补给的情况下 我在内地的话就错过了很多空房子 没办法 但拿撒也到一个组的 干了12天 我原进化是在拿撒大概半个多年 但没有 待不下去 我发现这个地方被当成了免费停车场 免费用 但是他做停车的不多 这味道现在不错 快吃完了 我发现我不骑车的话晚上就非常有精神 有办法 而且我为什么买没买小猪肉的 因为那个超市里面有小猪肉 都是冰冻的 跟石头一样硬 我都没兴趣买 他这边都是这样 所以就没没什么兴趣起锅烧油 只能弄点简单的吃点 等我回到内地的话 我就可能经常起锅烧油 那个炒肉之类的 那个菜 内地的话菜比较新鲜 实际上都不行 那边都是碰冷气的 今天的话没有买到那个一粒 只买到这个 没办法 今天又是难搞的一天 这地方风景不错 但是的话 明天要离开了